《 獨立製作遊戲觸手販賣店》自 2019 年公布之後 終於在日本正式上架囉 喜歡咕咕咕咕的觸手控們 一起來培養卡哇伊的觸手寶貝吧 遊戲的設定相當特別 我們要幫奇怪的觸手販賣店養殖觸手 這些觸手會自動在湖中生長 我們只要等它們成熟之後採收就好 遊戲中有 40 多種觸手 每一種觸手造型都只有華麗可以形容 觸手有 2 到 5 星的稀有度等級 低等的可以拿去未給還沒有成熟的觸手 藉此來培養出稀有種 稀有的 4 到 5 星觸手則是可以拿去賣給商店 換到 09 貢獻給湖中央的御神木 讓觸手能夠長得更多更快 多餘的 09 還可以拿去商店購買獅神 解開各種奇妙又殘酷的都市童話 究竟客人們買了這些觸手 都拿去做什麼了呢 還是不要知道比較好喔